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接牌典禮 典禮開始 總統副院長 唐董事長 各位長官 各位法人代表 產業界的先進 以及歷臨現場的貴賓 媒體朋友們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司儀愛婷 非常榮幸能有機會與所有貴賓 一同來見證台灣推動資安發展的重要時刻 實現資安及國安全民數位任性的願景 在今天典禮正式開始之前 先邀請所有與會的長官貴賓 在座位上一起來拍攝一張大合照 有請與會的長官貴賓 請將目光看向舞台上攝影師的鏡頭 來進行合影 3 2 1 掌聲謝謝所有長官貴賓 一起為今天的重要時刻留下美好的記錄 典禮正式開始 在今天的典禮當中也要向所有國人宣布 未來國家滋通安全研究院 也會為全民打造安全安心安穩的數位環境 在典禮一開始首先有請唐鳳董事長上臺致詞 掌聲有請唐董事長 總統 副院長 我們現場的貴賓 所有的媒體記者朋友們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國家滋通安全研究院的接牌 能夠順利成立我們的治安院 非常感謝蔡總統 還有蘇前院長 還有陳院長的指導 立法院 朝野 政黨所有委員的支持 以及數位部跟資安署的同仁 在籌備階段所有盡心盡力的工作 資安院是我國第一個專責資安的行政法人 是以國家的高度來配合政府整體的 資通安全的策略 協助重大的資安事件 包含應變 處置 還有防護 人才的賠力 關鍵技術的發展等等 這些資安院都有關鍵的角色 是國家在數位轉型跟強化數位韌性上面 不可或缺的專業團隊 我們資安院的另外名字 National Institute of Cyber Security 就是NICE 它的意思就是資安院會協助各界建立更優質的 資安任性防護體系 來達成我們全民數位任性這個目標 我們資安院首任的院長 何全德院長 是長期從事政府資訊的規劃 我們的資通安全的工作 這些何院長有25年以上的經驗 所以國家各項重大的資通安全政策 不管是法規嚴厲還是推動等等 都有資安和行政專長的何院長來幫助我們 相信何院長一定可以帶領資安院持續邁進 然後提升我們國家資通安全的實戰力 那對於最近社會都相當關切 包含公部門 私部門相關的一些資安議題 那有兩大任務 我也立刻請資安院來協助 第一個在公部門的方面 遵照蔡總統跟我們陳院長的指示 只要是涉及全國各資相關的公務機關 都必須要加速導入我們林信任跟TRO的制度 強化端點守門的機制 防止有心人在收發兩端竊取資料 或者堅守自導這樣子的異常行為 第二在私部門方面 那也很感謝行政院已經將我們社會部 納入國法會的重大各自外洩的案件聯繫機制 所以無論是我們的TWCCC 也就是台灣電腦網絡危機處理機協調中心 可以更加及時的介入協助 或者是資安院及時給予處理的建議 那或者是在主管機關 最近大家已經看到後續的行政檢查要求改善上面 資安院也都有並肩來聯訪 協助檢視改進系統的架構 所以我想我們會責成資安院 持續廣正各界的資安的專業人才 我們會提升自主開發的實力 協同產學研各界來共同努力 建構更靈敏 然後更堅韧的數位防護盾 讓我們全國的民眾都可以安享更便捷 安全還有可信賴的數位服務 謝謝大家 掌聲謝謝唐董事長 請董事長先回座 相信在董事長的帶領之下 資安院將會打造國際級資安任性科研團隊 帶領著全民的資安邁向新的里程碑 緊接著我們搖以熱烈的掌聲 來邀請行政院副院長 鄭文燦副院長為我們致詞 掌聲歡迎鄭副院長 蔡總統 蔡總統 唐鳳部長 還有我們的吳政宗政委 陳耀祥主委 各位貴賓 還有我們上任的和權的院長 各位政府團隊跟資安團隊的夥伴 大家早安 早安 那麼蔡總統上任以後針對數位轉型 數位韌性 數位永續的三大目標 那麼的確在過去的六年多來 那麼台灣在數位建設的投資 遠勝於過去 那特別是數位部的成立 那麼能夠做到了數位賠勵 資安保護 以及數位韌性 這幾個大的目標 不只有資安署跟數位產業署 今天這個治安院的成立 也是我們資安國家隊 這個集武林高手之大臣 希望各種武術 各種兵器都要會用 那大家期盼台灣能夠在未來 資安及國安以及各支保護 都能夠做得更好 那國家的這個關鍵基礎 建設大型資訊系統 那必須要用新的觀念 來這個加以維護 那蔡總統已經請行政院 在這個資安的軟硬體的預算 資安的專責人力 以及我們所有的資料的存取 這個作業的SOP 都要建立起新的制度 那我相信數位部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那也要特別感謝 這個蘇貞昌前院長 那麼核定的預算跟人力 才有今天的掛牌 那麼陳建仁院長一上任 那特別請我 這個一定要協助 兩大法案 一個是資安法 一個是個資法 分別要落實 那最近發生了幾件 重大的 這個個資外洩的事件 不管是公部門或市部門 那政府一定會按照蔡總統的指示 採取迅速有效的這個處理方案 並且要採取 事前防護 事後處理 兩大做法都要做得到 那目前 我們的資安的這個個資的 這個處置方式 行政院已經擬定了一個新的做法 包括這一次I-Rent 這個個資外洩的事件 那三天內 那麼由這個 我們的行政檢查小組 會同資安院 那麼進行行政檢查 三天內完成 十天內針對個資外洩 也做成這個檢查的這個報告 調查報告 那兩週內 整個事件兩週內 要做成處分的決策 那不過 因為過去個資法十年未修 所以目前的罰則是2萬到20萬 那我想經過評估以後 那麼國發會跟這個數位部都覺得 這個太輕了 我們會推動修法 把這個罰則提高 尤其是個資保護 是大家所重視的 我們需要公私立部門 都需要按照這樣的方式 那麼更重視個資保護 那第二就是 這個憲法法庭已經判決 那明年8月之前 要針對個資保護 要有一個 這個個資保護 獨立監督機制 那我們也會在個資法的修法裡面 會把它落實 這兩大項工作 一定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 那麼蔡總統跟陳院長 這段時間其實針對資安 國安各自保護 那麼大概花了很多的時間 那麼希望能夠強化數位韌性 強化我們的資安防護的能力 我相信行政院各這個團隊 各部會一定會通力合作 那希望資安院的成立 讓我們資安國家隊 這個能夠做到資安賠利 也能夠讓國人放心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再次掌聲謝謝 政副院長為資安院帶來的 勤勉以及祝福 請副院長先行回座 相信資安院未來呢 將秉持著安全技術 主動韌性信賴等五大核心價值 來提升國家數位韌性 緊接著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 來邀請蔡英文總統 為我們致詞 掌聲有請總統 大家好 我們鄭文燦副院長 唐鳳部長 還有我們吳正宗政委 還有陳姚翔主委 還有我們的何院長 那我們現場所有的貴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是我們共同來見證 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的成立 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將持續強化 我們國家的數位韌性 以及資安防護體系 從我上任以來 資安就是國安 這是我一直在強調的戰略概念 面對國際上複雜多變的資安威脅 我們不斷努力打造更高層級的國家資安聯邦體系 來應應境外勢力的複合式的資安作戰 去年8月我們成立了專責的數位發展部 為推動國家整體的數位轉型 打下了一個重要的基礎 今天我們成立資安院 是國家級的資安行政法人 集結產學研各界最優秀的人才 接下來 資安院將全力推動 前瞻資安科技的研發 應用以及服務 並且致力提升關鍵資訊系統 以及基礎設施的防護能力 我們的目標 就是要為全民打造一個安全 安心以及安穩的數位環境 因為為了應應近來多個個資外洩的資安事件 中央執政團隊也在這一週召開了會議 邀請各部會討論資安保護機制的精進方式 並且由我們曾文才副院長來主責 關於數位訊息的防護 未來的資安院也將負責應用技術的研發和推廣使用 並且推廣全民資安的意識 來協助公司部門能夠提升個人資料的防護 另外 為了強化公部門的資安的韌性 數位部從去年開始就推動T-ROAD 系統 也就是說 政府跨部門之間的資料傳輸 全程以機關憑證加密 不和外部聯通為資安提供了更嚴密的保障 我們還要在這個基礎之上 導入零信任的驗證制度 核心概念就是永不信任持續驗證 任何資料的禁用都要進行身分 設備 行為模式的三重驗證 來防止資料的竊取和外線 我們預計在今年年底 全面在T-ROAD 的系統當中 導入三重驗證的零信任機制 接下來 我們也預計在兩年之內 優先輔導擁有大量人民各自的A級機關 再繼續輔導B級機關跟其他縣市陸續的導入 民間的資安部分 我們召開了跨部會的各支保護執行聯繫會議 強化監督通報的機制 我們的數位部也針對自身主管的電商業者 強力監督要求檢測 改善治安系統 政府也主動提供資源 一起協助電商業者強化治安 最後 我要勉勵各位 治安就是持續精進的風險管理 面對無所不在的治安挑戰 我們要不斷強化因應管理的機制 打造良好的治安防護力 就是提升數位的免疫力 新的一年我們一起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掌聲謝謝總統 請總統留步舞台上 緊接著將進行今天的接牌儀式 同時也再次感謝現場的所有與會貴賓產業先進 在大家同心協力的努力之下 相信資安院未來將會能夠順利達成所有的任務 緊接著我們也要邀請與會的長官貴賓移步台上 再次有請政府院長 唐董事長請上台 有請行政院吳政偉 通常會陳主委 國發會高副主委 中研院理院士 以及資安院和院長 請一同上台進行揭牌儀式 在揭牌儀式正式進行之前呢 先請我們與會的長官貴賓喔 我們先手持著紅布條 來合影一張 有請各位貴賓我們口罩都先戴好 謝謝 在正式揭牌之前請各位先 請各位貴賓先看前方鏡頭 來合影 3 2 1 稍後呢 再倒數 稍後再倒數3 2 1之後呢 要有請總統 副院長以及所有貴賓喔 稍微用一點力氣來拉動紅布條 進行揭牌儀式 也象徵為我們的資安院呢 一起給予最大的助力 3 2 1 請揭牌 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正式成立 未來將全力落實 資通安全防護機制 提升國家數位任性 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正式啟動 請所有掌握貴賓 我們接著呢拍兩張合照 請各位貴賓我們先看中間方向的鏡頭 先進行第一張合影 3 2 1 接著第二張合影 請所有長官貴賓 我們一起比出一個讚的手勢 伸出大拇指一起比個讚的手勢 再看前方共同合影 3 2 1 再次掌聲謝謝所有長官貴賓 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接牌典禮 禮程 謝謝所有的長官貴賓 立臨自然院的接牌典禮 同時我們也再次熱情掌聲 謝謝總統 立臨今天的接牌典禮 謝謝總統 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未來也將秉持著 安全技術主動任性信賴等五大核心價值 打造國際級資安任性科研團隊 建立安全安心以及安穩的數位環境 謝謝總統 謝謝總統 谢谢大家